當兵呢 最痛苦的一環是什麼 我們沒有冷氣 我都沒有冷氣 那你那裡有冷氣啊 那你那裡有冷氣啊 你們是用腳發電的嗎 用腳踩機去發電 小卷毛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一咖的巡奇掌聲 歡迎一下喜劇小卷毛賀龍 哇第一次來 不好意思我們第一次來 就讓你看到了一些 就是有點震驚的東西 不甘震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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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你是半妝界的翹楚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今天這樣差在哪 問題大了吧 我給你一個就是小佩博 我沒有公開過的 就是把眉毛遮起來會變成整 應該是這個假髮太亂了 所以他現在還是 還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我從後面看起來像是狗 OK 龍子OK嗎 龍子跟我是不同人 那你可以跟龍子同時出現嗎 有很多錢的話 比如說今年專場就有一個小段 喔真的 就是你跟龍子同時出現 對但大家買付費版才看得到的 OK 好 好我們先來看 今天的第一篇文章 當兵摺棉被真的很白 實質來自星期滿的貼文 那有沒有表示他真心不懂 為什麼要摺那些毫無意義的豆腐肝 他根本就是一個大型的梅菌培養民 那大家覺得當兵呢 最痛苦的一環是什麼 那我們在場有當過兵的舉手下好不好 我有我有 欸我沒有欸 啊 我是家英替代役 家庭因素替代役 比如說家裡長輩 或者是家裡經濟困難 或者是家裡有重大疾病的家人 都可能可以成立 那家英替代役有需要當那個嗎 就是入星訓嗎 要我還要再成功領星訓12天吧 所以好我們先從星訓來聊 那Ivan你就擔任龐拼的角色 我有當過兵 你當過兵喔 沒有啦 你們有幾個是男生 現在到底是 就發現他等一下一拿下來 那才是犯了對象 因為元鵬覺得當兵摺棉被是要覺得 最浪費時間最沒意義的一環 那大叔覺得咧 有一件事情我真的覺得超級扯 所以你上廁所的時候 有兩兩並行上廁所 但我個人覺得很沒意義 因為上廁所一個人去還比較快 然後你明明就在斜線 你明明就在那裡 你還要這樣走跟直角 又不能拐歪 人是不能斜行的喔 其實你們剛剛講的 我都有經歷到皮毛 因為替代役你是要在那12天裡面 你要讓自己的分數越高越好 扣分會怎麼樣 扣分會影響你到時候選替代役的 異別 很重要喔 欸很重要欸 超重要欸 可是我是家英替代役 我進去全我就知道 我在南港區公所當一 你不管怎麼樣扣分 你都在那 我可以被扣好無限 有些跟我一樣是家英替代役的 他們不用說什麼裝病 或者說怎麼樣 我們就說欸我不要 他會說好 那是扣你兩分 他會說好 謝謝班隊長 可是你們不怕 就是比方說服力車不給放啊 或是 我沒有我沒有服力車 因為替代役的心訓 可能比你們還要嚴格 喔為什麼 我們沒有冷氣 每天起來那個枕頭都是濕的 焦蛙爽身粉 喔喔喔喔喔喔 這樣子的靈蠻 炸那邊炸豬排在那邊 之前在新竹的時候 只有電風扇 為什麼我們 我都有冷氣 我沒有冷氣 那你大叔都有冷氣 我超 你那你那有冷氣啊 你那你們是用腳發電的嗎 用腳排機去發電 所以只有熱這點讓你們很痛苦 對所以我跟你一樣 我覺得連背還蠻有趣的 還不能不弄蚊帳 你知道嗎 我以前覺得起床弄蚊帳真的超煩的 對對對 確實有些人視覺就看到有一個人在那邊這樣 對 那我可以不掛嗎 我不掛就等著被幹 基本上你的棉被啊什麼的 他都會在夾灘開 啊我們那一次我在新竹的時候 有一個男的就是 把棉被完好的放在肚子上這樣一塊 今天被幹爆 那天天不然拾一個棉被就來 他整個被壓在上面 超可愛的 但有一個 整棉被的好處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到 會有上一梯的人 留一些紙版給你們 對 notre內情是必須要看棉被 有沒有到那個角 有沒有到尺角 那怎麼做呢 就是裡面會塞兩張電話卡 這東西奪畢帶 其實有些人真的可以不靠電話卡 把它弄的很方 可是那個真的要花時間 那你們會不會扣分嗎 會啊會啊 那麼你們扣分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扣分哦 放假公司 多留在那邊一小時 那超值得的 有些人是 前一天的晚上六點就可以走 你要到隔天早上八點 你在晚上就真的多 多低兩行累下來 那那個有人卡在寢室裡面 我們那時候就是有人在那邊打架 兩個被留下來 要禮拜天才能走 我們十二點開始走 我在那個公車上看他們 就是站在那邊罰站然後留兩行 好我們來看一下幾個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當面還有很多很痛苦的一環 這邊大家有沒有有感 進餐廳 然後就搭配製板燈 知道製板燈是什麼嗎 反正他就是一個 就是當面會有板燈 然後會背來背後 然後他就說 製板燈 然後是這樣嗎 然後我們要這樣 好 好 而且要維持這個姿勢 你要撐著 對對撐著 有一些人一定會忘記把他講說製板燈 然後卡卡完 然後就站起來 然後把他講說 我說好了嗎全部下去 然後製板燈 我想要什麼最煩 就是水壺不見 他就會說來跟我去廚藏間 直接從桶機裡面 繞一個水壺給你 超臭的 然後你還要喝水給他看 你要扎麵喝給他 超個年 對我們喝水還有slogan 江水壺舉高吧 對不對 飲水300cc 喝水 你覺得還會有人 偷偷去那個福利社 倒汽水 飲水的氣氣 就他打開有氣的那個 然後不然就會這樣 太明顯了吧 誰他媽帶可樂 那你們第一次打電話給爸媽有哭嗎 哇 我有 我還好耶 我沒有哭 我誤哭了耶 你誤哭什麼 你不是 你不是 爸媽感謝你 謝謝你 你年紀好大 那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當兵 自己覺得最沒意義的一環是什麼 然後我們來看下面這個文章 大家覺得當女生的生理優勢是什麼呢 來自新型版的貼文 那有沒有表示認真思考後覺得自己身為女生 力氣小啊 脂肪多啊 身高矮啊 體力差啊 月經凡人啊 胸部礙事等等 那想一想就覺得 女生應該也是有好處的 比方說 皮膚好 平均壽命長 或是容易有體傷 你覺得 當女生這麼久一段時間 有什麼好處嗎 對啊 沒有什麼好處啊 我覺得女生月經真的超煩的 你覺得皮膚有比較好嗎 沒有啊 真的不一定喔 可是你看她的皮膚她皮膚超好 很強喔 很爽 就是 不一定 我們看到一個 就是男生起生理反應 這樣不方便 沒錯 連睡個照都會有 他講到一個大點 下面帶給男生的困擾 其實不大於他的好處 蠻多的 比方說什麼呢 蠻多的喔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床上比較不用擔心沒有生理反應 他們緊張不會影響他們的生理表現 對 感覺在床上男生如果比較沒反應的話 會比較明顯 而且那個壓力其實蠻大的 男生可能就是如果假設他真的軟掉了 就是可能會傷自己的 可是女生太乾 我還沒有聽過因為太乾傷自己的 對啊 對啊 頂多就是說我那天不舒服 所以下次如果假設女生太乾 就要羞辱他 對啊 你羞恥啊 乾是他的責任還是你的責任 沒有這樣 對啊 再來說你看 沒有到這個邏輯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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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軟掉 是不是他們的責任 我們軟掉 是不是他們的責任 是不是他們的責任 他們乾到底是不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請大將軍賀龍 你覺得這樣講起來是不是有道理 追求平等的賀龍 我剛剛只聽到一個很棒的自嘲笑話 就是所有女生跟我做到超乾的 B9真的說 胸部小有救 但雞雞小沒有救 有吧 有手術啊 有雞雞真大手術 好像有了 都可以從零到有了 你是不是沒在看A片 喔 廣告一堆 這種拉長的圖 不是 是essence 對 那個什麼 喔 B24 不用擔心下面要擺哪裡 可是我覺得 男生也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困擾 是嗎 我一直以為大家都有 我突然有了 但我覺得雖然他們不用擔心下面要擺哪裡 但我覺得他們下面要擔心的東西也蠻多 對啊 我們是比較吃到擔心上面 就是比如我們要穿內衣啊 就是什麼 就很麻煩 上次聽了那個時候穿胸罩超痛的 我覺得上次脫下來的時候 哇 胸口都很寒 太熱 真的很熱 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要穿 不要穿胸罩 其實我就不用穿啊 其實之前我看到一個網路文章 他講過說胸罩 它其實是一個陰謀 有人去實測說 就算你不穿胸罩 其實胸部也不太會變性 我們上面有困擾嗎 我們好像真的沒什麼 腳踏大叔 對 大叔有男性女乳在 想到一個 去夜店 女生不用付錢 如果今天你發現那個場好像沒什麼男生 你願意去嗎 去啊 大叔你發現那個場好像只有男生 你願意去嗎 去啊 為什麼 為什麼 胸罩 胸罩 說屬女性女花 自己有差異就出來了 沒有啦 不一樣啦 真的啦 然後這樣認真的 震驚了 就覺得有點物化女性 因為我覺得他把女性當商品 我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念政大經濟的時候 我當時有辦一個戲商活動 反正活動就是我想要辦的規模大一點 所以我需要大家多繳一點的報名費 然後發現學弟妹跟同屆都不太想要付這個錢 然後後來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讓女生便宜一點 然後那天飽滿 OK 不愧是經濟系 供需理論一調起來 我做這件事情 覺得證明了一件事情 男生就是可惡 好啦我們來看下一些卡友的留言 B1就是說女生不洗澡也會香香的 我跟你講我那天聽說了一件事情 AVAN曾經超過9天不洗澡 不是洗澡 洗頭 因為我就是很討厭吹頭髮 我只要不出門我就不洗頭 那9天之後會變怎樣 那9天之後會變怎樣 你現在是 我現在有洗 我現在有洗 OK 我現在有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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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這部片到現在 會一直來 想說我要換個位置好了 好啦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女生有什麼生理優勢呢 好我們來看下面一篇貼文 來自汽車版的貼文 怎樣的坐車習慣會讓車主討厭 為什麼他會想要發這個文章呢 是因為呢 他前面閱讀了一篇文章叫做 怎樣的開車方式會讓乘客討厭 所以他看起來覺得 哇不行 我來為司機說一點話 大家都有去過賀龍的專長嗎 對對對 我們都有聽到一件非常經典的慘案 那是真式事件嗎 假的 剛才 其實我最近也公開我段子都是假的 沒關係 真的喔 那我其實覺得大家有效就好 好 那是潘山內湖有一天 好像結婚了 那大半夜的時候 副駕駛的女友跟我吵架 我就想要把他甩掉 我就停在路邊擠煞車 然後把他丟下去 然後他以為我要跟他下車吵架 結果殊不知 我把那個車門用一關上去往前衝 我想把他甩掉 結果剛好遇到紅燈 然後是一個99秒的紅燈 對 台北市99秒的紅燈 然後他往前一步 就追上我的車了 他不敢看他 你是不敢看他 對不敢看他 你們自己很熟耶 我們有認真在聽 隔壁大阿伯發現我之後 他覺得我遇到鬼 因為他看不到那個女生 對因為我沒看他 他盯著我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他裡面有講到一個 就是很多人care的點 就是這其中一個 用力關車門 喔真的 那你們呢 考驗怎麼樣的乘客喜歡 不幫忙一起看導航 可是你車內有導航嗎 就會 就我看不懂阿 他也不會 你說 200公尺之後交流到 對啊 你剛剛提醒我那邊阿 不過上下 兩人都分不清楚阿 他有一種延伸的行為 是比方說我已經在找車位 我有時候會說一下 快到了我們找了車位 然後他還是就這樣 欸有沒有車位阿 那個看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車位阿 然後他還是在畫手 你覺得他一定要協助你 幫你看左兩邊到有沒有車位 對有的時候其實 路過一個車位沒看到其實心很痛苦 我覺得 我剛才想了兩個 一個就是 如果他做後座的話 就是他的鞋子 我不需要他踢到我的椅背 沒錯 有時候還會甚至會 留下腳印喔 而且我會想 那個腳印明顯都怎麼樣 那個Timberlain還在上面 你知道嗎 我想到一個 我要補充 我這真的超靠的 不是你衣服拿起來都沒有 沒有肉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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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是其實OK 別人在車上吃東西的人 有一次我開車 然後後座有人陪我 在吃那個 那個狗寶 我在開車我從那個 後照鏡看到他這樣 他抹在車子旁邊 然後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你小幹 你會講什麼 沒有我就不講話 不然就下車巴開門的時候 就說 我的車好像油油的耶 他就會說 你會打蠟喔 這樣 你還打蠟耶 我想要一個跟這個人類似 他說開車途中大吼大叫 我是講一個 突然大吼大叫 比如說什麼 路過一家餐廳在排隊 然後說 喔這裡有這家喔 然後那個喔 我都會嚇一跳 我以為是叫路況 就是太近太近 這樣 有 有 你說爸爸嗎 爸爸在副駕 我爸爸還刺激怪那種 爸爸就是那個 教練的概念 這邊要賣你 對不對 搞得好像他那邊也有一個 刹車器在那邊 我忽然想到一個 就是例如說 有時候你可能 突然遇到個解體的路況 然後你可能是 稍微刹車踩得比較急一點 副駕的人可能這樣 喔幹嘛啊 這時候司機就要自己自我保護 我就是 前面那個 不好意思 一定要 先罵先贏 一定要先講 不然是你的問題 你知道嗎 如果一個朋友 他就是如果遇到路況這樣子 他會先伸手去護他隔壁的 我跟你講 喔這不錯耶 這個我有驗證過 這個已經被證實 那個是 只是為了把 沒有用的 非常的不科學喔 因為你如果 路況發生的情況之間 你應該要做的是 先 齁好方向盤 說真的 這邊有個東西 安全帶 好不好 這個東西就是 保護你前行的安全帶 因為我做過這個調查 的確這動作是很心動沒有錯 但以男生的視角來講 這動作其實很不安全喔 沒有錯 代表他手是沒在包裝盤上面的喔 那你們會幫忙吸安全帶嗎 就是 我覺得這個 我也覺得這個太多了 這太多了嗎 這也沒有啦 反而是倒車的時候這樣比較帥 你說 你說 不是 現在有倒車顯示器 對啊 你就是這樣看 我們現在都跟寶寶一樣這樣看 而且我有那個我還會說 你下車幫我看一下 好不帥超不帥 好累喔 可是我會這樣子 你會這樣子 什麼東西 我會這樣子倒車 確實 因為我家是12年的破車 就沒有倒車 我真的需要這樣 你們都需要看那個顯示器是嗎 我沒有新人 有那個顯示器之後真的 沒有那個 我去租車我真的不會倒車 那如果有男生就是耍水 然後這樣倒一倒 然後砰 他這樣倒一倒 撞到好像可以 一魚雙魚 好啦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樣的坐車習慣 你覺得容易讓車主討厭呢 看來有非常多 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你自己有哪一種是討厭的 好那今天群集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但是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任務 後來要跟我們分享一下對不對 沒錯 就今天的專長 你好就好 你們都來看吧 沒錯 那沒來看的話呢 不要錯過就是現在的線上特輯版 在SATA娛樂官網 然後我現在還有帶一些周邊產品 要送給各位 而且這個是有分新版的 原本是Bettering Brian 他現在是Bettering X 只是更強化了自己 更強化了自己 更強的自己 更強的自己 不要再要獨作喔各位 歡迎大家可以到我們文章下面的連結 就有相關的資訊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文章 各位下面呢 有文章的連結 那歡迎大家再點進去看囉 那DK的群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我們社會人士只要用手機號碼 就是快速車喔 第二群集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賀龍 掰掰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